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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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好 我很高興有這機會 來為今天的科學士沙龍服務 今天我要介紹的兩位主講人 有一個共同特色 那就是他們都不務正業 第一位主講人是戴環金教授 你看他的簡歷 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 回到台灣大學化學系當教授 你這麼說起來 好像是一個循規道舉的人 可是你上他的網頁 去他的研究興趣 他列出了三個研究興趣 第一 第二個研究興趣 都跟蛋白質有關係 特別是與老化有關係的蛋白質 其中大家一定非常感興趣的是 是跟阿茲海默症 直接有關係的蛋白質 可是他的第三個研究興趣 就有意思了 他研究小提琴 他研究小提琴 特別是三百年前的小提琴 我們都知道 在十七十八世紀 也就是牛頓在世的時候 意大利北部 出現了兩位智琴大師 他們所製作的提琴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流傳到今天 它不僅僅是古董 他們還是非凡的樂器 那他們的價值都非常的高 最近在香港 有一把中提琴拍賣 超過新台幣一億 這一些 古琴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它的價值不僅僅是古董 他們還是非凡的樂器 一直到今天 世界上有名的演奏家 都希望擁有一把 當年大師所製作的古琴 這樣子他們認為 才能夠發揮他們的音樂的造詣 他們發揮他們的技巧 那大師之後 過去三百年中 一直到今天 志琴師一直在研究那一些古琴 希望能夠找出那一些古琴的製作奧秘 那我們今天的主講人代教授 就是其中之一 他最近發表了一篇論文 就是討論古琴製作的奧秘 這篇論文發表在 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 上個禮拜二 美國紐約時報 還報導了這一篇論文 今天我們很高興 能夠請得代教授 親自跟我們解說他的最新的發現 大家請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代教授 感謝王老師的介紹 感謝今天有這麼多 朋友啊 然後各位 然後還有我們西藏一些老師 然後大家一起來跟我 就來聽我這個演講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講講 就是小梨琴的故事 我這邊擺一個小梨琴的模型 啊 縮小版 那就是一個 所以 我們 我們來講 所以我們今天我訂的題目就是我們來講 這個三百年前 有這個民情的秘密 那剛才王老師都已經幫我們介紹 他這個 這些 民情是這個 演作家最喜歡使用的 我們講到小梨琴就一定要講到一個小鎮 它在義大利 它叫Cremona 它在義大利北部 我把它標示出來 它是小梨琴的誕生地 大概在五百年 快要五百年前 有一個人叫Andrea Armartin 他就在這個小鎮 發明了現代的小梨琴 它基本上長得跟我們這個現代小梨琴模型幾乎是一模一樣 改變了其實很少 只是稍微改一點點而已 所以基本上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發明了現代小梨琴 也沒有人知道他之前長什麼樣子 他一個人就給他做出來了 所以這一張同影片就是看到 Cremona有三大志勤家族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Armartin家族 Andrea Armartin發明了小梨琴 那傳到他孫子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黑死病鼠疫 所以很多人就志勤師 就不小心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Nicolo Armartin就很緊張 他說我是全世界最會做小梨琴的人 要是我不小心就這個 就是這個完蛋的話 那不就沒有人會做琴 那趕快開始收學生 要不然以前就只傳給兒子 所以他說學生後 他有很多學生 那有一個很厲害 是Andrea Guarneri 他傳到孫子的時候 就產生了一位大師 叫做Juseppe Guarneri del Gesù 就我們講的耶穌瓜奈里 他的錯號是耶穌 他姓瓜奈里 那另外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學生 就是Antonio Stradivari 就是史上最偉大的志勤師 所以這兩位 就是Stradivari跟這個 Guarneri del Gesù 耶穌瓜奈里 他們兩個就是最會做小梨琴的人 然後他們兩個是旗鼓相當 那其他人就完全沒有辦法 跟他們並家齊去 這就是一個秘密 為什麼只有這兩個人 又是鄰居 特別會做小梨琴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些琴 特別的好呢 其實這兩百年來的演奏大師 都已經告訴我們 因為這些演奏大師 都接觸各種小梨琴 想問他一生他最愛的小梨琴 Garneri del Gesù 那幾乎不會有第三個答案出現 所以兩百年來 這些大師 他們的耳朵都比我們厲害很多 因為他們聽的那個非常細微 他們都聽出來 都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結論 所以我們 就當然是接受這個為真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呢 這就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這小梨琴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小梨琴就是 說實在他其他的部分都不重要 只有兩塊地方重要 一個就是正面那個木板 一個就是後面那個木板 其他都可以換掉壞掉什麼替換都沒有問題 就是靠這兩片木板 他們搭配在一起的震動 決定小梨琴的音色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東西 一個木頭的盒子而已 對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秘密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慢慢來講 那這一把我們現在秀這一把 其實是奇美收藏的一把 Stradivari的名琴 那我們就不要講它的市場價值 因為現在實在是有點誇張 這些市場價值 對 但是我想說的是 在一百年前 當這些價格還沒有因為這些市場因素上來的時候 當這些頂尖的小梨琴家都還買得起 這些Stradivari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家就非常重視這些琴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時候 倫敦有一個琴商 Hill家族 他們經營了三四代的小梨琴的生意 他們統計出全世界大概有五百把 Stradivari的小梨琴 全世界幾乎都被他們統計完了 可是我們知道那時候這些小梨琴 還沒有到美國還沒有到亞洲來 都還在歐洲 可是你想1900年後來 1914年 然後 1939年發生兩次世界大戰 這些琴都在歐洲 打得滿目瘡痢這樣子 所以 到底有多少把這些民情 Stradivari民情 毀於這兩次世界大戰呢 我這邊就 請大家猜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們列了五個答案 第一個是 這五百把一把都沒有打壞 第二個是 只打壞一把 第三個是打壞十把 還是打壞三十把 還是打壞一百把 我們來做個調查 覺得沒有打壞的 朋友請舉手 有一些 那打壞一把的朋友 那打壞十把的朋友 那三十把的朋友 一百把的朋友 OK 那我們來揭曉答案 只有一把被打壞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根據歷史資料 只有一把是在這個 柏林空襲 這是柏林空襲的照片 它剛好在一個富商家裡 被炸彈炸到 所以這一把就消失了 但是我後來又輾轉發現 原來這把其實沒有完全消失 原來它當年有一個情景 情景就是我們小提琴 握把手握的地方 因為巴洛克情景 跟現在角度不一樣 所以被換下來 所以它一百多年前 它這琴景已經先換下來了 所以後來這把琴炸毀的時候 它原來的琴景還在 然後輾轉流落到奇美博物館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一塊 所以我都會開玩笑說 這個民情已經火化了 可是還剩一塊 那就叫民情設立子 那這個 這個有什麼用呢 它沒有任何市場價值 它就是一個紀念品 但是奇美就很 就是他們非常 奇美博物館非常慷慨 捐贈給我 我們就可以從裡頭取樣 來分析它木材的性質 因為這一塊是沒有人碰過的 而且很大一塊 我們可以慢慢去取樣 所以你在世界上找不到 這麼多民情木材的樣本 所以我說這個民情算已經炸毀 只有一把炸毀 它還是對人類非常有貢獻 這一次我們能上 紐約時報也是 其實有靠它的貢獻 所以民情到底有什麼樣的聲音魔力 這個聲音其實很難用文字敘述 當然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表演給大家聽 那樣子 但是根據大家的感覺講法 他們會說 Stradivari跟Guaneri的琴 他們都有高音跟低音都很厲害 但是你要硬要把這兩個去區分的話 Stradivari它是高音的地方比較厲害 它很甜美很明亮這樣子 那Guaneri它是低音的地方特別厲害 特別有力 特別深層 這是大家的感覺 這是它的音色部分 但是它還有一個另外 這些民情界講了兩百年 就是說他們的投射能力很強 它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很大的音樂廳 那你坐在比較中間 甚至後面的地方 然後台上有管弦樂團很多小提琴 但是他們聽起來就是一般的小提琴 只有這個獨咒家手上這個民情 它的投射能力特別強 它可以讓你坐很遠 它不是大聲 但你聽得特別清楚 又覺得它離你特別近 他們說這叫投射能力 這個我問過很多物理學家 都沒有人有解釋這樣子 大家對這個投射能力也不知道怎麼研究 所以它是一個謎 但是兩百年來大家都這麼說 那有時候我們去聽音樂會 也可以感受到這個 有很多人會說 那我們有沒有 現在今天是一個科學的講座 我們有沒有科學證據說民情比較好聽 這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稍微討論一下 但是實際上是還沒有 對 但是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就是說 我舉兩個例子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Poveratti是三大難高音 他很會唱歌曲 那我們有沒有科學證據證明說 Poveratti比較會唱歌 比其他唱歌曲的難高音會唱歌 也沒有嘛 因為第一個 我們就是沒有經費來做這種研究 第二個大家聽了就知道 Poveratti很厲害 你去研究幹嘛 所以 那同樣呢 我們聽爵士樂的話 那Billy Holiday Ella Fitzgerald他們會唱爵士 我們有沒有科學證據說 Billy Holiday比較會唱爵士 其實也沒有嘛 但是 但是你這樣講大家都會認同你 因為大家聽爵士聽這麼多年 就很多人都覺得 Billy Holiday的歌聲實在太偉大 Poveratti實在太會唱這個 杜蘭鐸公主 所以 所以這就是等於說我們的經驗 大家這個藝術領域的經驗 所以我們的經驗就告訴我們 Stradivari跟Guaneri他們就是比較的厲害 那有人說 那我們現在葡萄酒都有做盲測 咖啡有做杯測 那我們不來民情做個盲測 所以其實大家都做過這些 私底下做了幾十場 那後來最近有做兩次是有發表出來 也是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看 然後他們的結果都是negative 就是說 找不到民情跟現代這些好的小提琴的差異 我們不是說拿那個很便宜的學生小提琴 我們拿現代做的很好的琴 跟這些 義大利最厲害的民情來比 大家都說找不到差異 這為什麼呢 這邊有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先想像一個實驗 A Thought Experiment 那個 我們用想像這樣一個實驗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兩個電腦螢幕 他們秀投影一張圖 我把顏色調稍微不一樣一點點 然後放在那邊給你看 問題說顏色也不一樣 假設你放在旁邊的話 你就會很快左看右看 你就說 這個偏黃一點 就是這個可能綠一點這樣子 但是假設他們顏色真的很相近 然後我們 是先給你看一個螢幕 過一分鐘再叫你看下一個螢幕 你就會發覺你很難知道他們顏色到底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一起呈現的時候 你可以左右馬上比較 但是你交替呈現的話 你要先把它記起來 你要記得第一個螢幕是什麼樣子的 顏色 再比較第二個 可是我們的記憶 這是用你短期記憶 但是心理學家研究出來 你的視覺上短期記憶是非常短的 才0.2個ms 0.2個微秒 所以你不是很快速動眼 那邊左看右看 你根本就 他一下就甩腿了 那聽覺的記憶比較長一點 大概有2秒到10秒 對你對音色的記憶 可是小力琴不是像 他是聽覺的東西 沒有辦法視覺的東西同時呈現 所以一定要請一個人拉完第一把琴 然後過了幾分鐘再請他拉第二把琴 你一定要交替 這時候你一定要用你的短期記憶去把它記起來 第一把琴是什麼聲音 但是你才2秒到10秒就已經衰退了 所以你怎麼測這個都是negative 你不會有統計上的差異 除非這把琴是很好聽跟超級難聽的琴 你才會很明顯知道 但是假如是有點相近的琴 你就沒有辦法這樣分辨 所以我們不用做其實都知道 這種測試一定是negative 那可是人類說實在不只短期記憶 因為我們為什麼每次做時間都只能用短期記憶呢 因為民情很貴 所以你去借的時候只能借一天 那我們科學要得到統計意義 那個樣本數要夠大 就要找大家來趕快測趕快測 趕快收那個N N值就是樣本數要夠大 民情又只能借一天 所以每次都只能做這種很短的記憶測試 都逼你用短期記憶 但實際的人類並不是只有短期記憶 只要我們只有短期記憶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都沒有長期記憶 那就有某種失智症了 所以我們人類當然有長期記憶 但是你要在實驗條件下 形成長期記憶 你就要把那個民情借好多天 邀請很會拉的人拉好多天 大家都很忙 這些東西又很貴 又請不起這些人 也付不起那個保險費 所以都沒有可以做這個實驗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negative 這是我個人的詮釋這樣子 那有人說為什麼不錄音來比較呢 現在錄音的那個技術都這麼好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音樂專家 音樂製作人 其實我們都有嘗試去錄音 然後這次我們就秀一個頻譜這樣子 但是我們發現原來每把琴 每個音 每個人換一個人去拉 還有每把弓 錄出來都不一樣 那所以說在這麼多的不一樣裡頭 怎麼樣去歸納出 這是Stradivari的音色 這是Guarneri的音色 什麼叫做明亮 什麼叫做神成 什麼叫projection 投射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聲音的研究 因為得不到主流這個科學的這個經費支柱 所以我們對這個所謂的聲響心理學的了解 是非常非常少的整個人類 所以到現在我們雖然有跟奇美合作做了很多錄音 也不知道怎麼樣分析 也許未來要不要看跟什麼人工智慧專家合作 還怎麼樣 但是你要給他一個方向 我們也不知道從什麼方向 我們自己有在偷偷試一下啦 既然有這些錄音 其實我發表過很小的論文跟奇美合作 我們把它用跟人聲 人的聲音做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人的聲音其實會 因為我們的聲道的共鳴 會產生像共振風一樣的東西 這邊指一下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聲音會有這些共振風 這是我們的harmonics的這些斜波 會有這些共振風 那小狸琴其實有類似的共振風 其實跟人的聲音有些相似 那我們就把一些語音分析軟體套用到它 到小狸琴身上 那我們就發現它共振風 Stradivari共振風好像都偏高了一點 那我們最近有些最新的data 但還很初步啦 我們就發現你拉每一個不同的音 Stradivari的琴是藍色這條曲線 它就比在某些音高 它就會比這個其他的 我們其他九把是 也都是義大利的民情 但是不是Stradivari 都是三百年的平均 所以也都是很有名人做的 但是Stradivari 好像又比他們特別 在某些音聽起來又不一樣 所以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然後這個對我們人耳聽起來 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們還不知道 只是我們 目前有些測量數據說 真的有些不一樣 但是你很難去解釋 對人來講這到底的意義是什麼 討論完聲音的這個 簡單的討論聲音以後 我們直接來講講看 這些至勤大師到底有什麼秘密 這個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因為就算我們知道聲音很好 可以證明 我們還是要知道它怎麼做到的 這個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所以其實小黎琴 就像我講沒有那麼複雜 它的正面就是 這個木頭就叫做雲山 然後這個雲山也就是 最近聖誕節 前幾天聖誕節 大家知道紐約洛克菲爾中心 有一個很高的聖誕樹 那個樹就是雲山 就是這個Norway Spruce 然後就是用來做小黎琴的這個 這個雲山在歐洲到處都有長 尤其北面那個俄羅斯北歐 但是它最南面只能生長在 阿爾卑斯山上面 因為它怕熱 可是很巧的就是 我們把全歐洲的雲山 都拿來做小黎琴 只有阿爾卑斯山南面 山坡上的特別適合做小黎琴 剛好Cremona就在這個附近 那這可能也是一個歷史巧合吧 那它的背面的話 可以用幾種不同的蜂墓 那這些蜂墓到處都有長 那Sradivari 它有時候比較貴的錢 它就會買巴爾干半島進口的這個蜂墓 它有這個虎背紋很漂亮 但是不是特別漂亮就特別好聽 它也用沒有紋路的蜂墓 也可以做出來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小提琴 所以這些樹都還有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什麼森林被砍完 什麼樹絕種 這些都還有 都買得到這些同等級的木材 所以這兩百年來 從來沒有聽過歐洲自行師 在抱怨說我買不到木材 所以做不出Sradivari的小提琴 所以不是說樹沒有的問題 那有人就覺得 是不是它的形狀很特別 它的弧度它的厚度很神奇 其實就算在一百年前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工具就可以測量 它整個厚度跟弧度跟形狀 幾何做圖什麼 Sradivari它的那個 紙板的式樣 它的工具其實它有保留下來 就是它工作室的一些物品有保留下來 現在在義大利Cremona的這個小提琴博物館 所以其實它的內膜 它用的內膜我們都有 所以它的製作過程也沒有什麼秘密 而且現在何況有電腦斷層掃描 那個3D的構造清清楚楚 所以其實大家早就照那個形狀 跟厚度去做 然後再做很多微調 就幾百個幾千個人都去做 每個人做幾十年 就是by trial and error 嘗試錯誤已經應該做出 不小心做出很多琴 跟它有同樣的效果 可是沒有 所以大家想說 那一定還有別的秘密 OK 我們木頭也拿來了 形狀也都照它做了 怎麼還沒有得到同樣的效果 那Sradivari的琴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原本的塗漆 塗在這個風目表面 它那個反射的條紋就特別漂亮 這個效果很神奇 就是日清界朋友跟我講 他們兩百年來 大家都試各種塗漆秘方 怎麼塗都塗不出同樣的效果 他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有人可以 到底塗什麼東西 怎麼跟我們看起來都不一樣 我個人的感覺 從科學角度來想 它可能是塗下去以後 經過時間 它那些塗漆的材料翻變質 就是它折射率改變之類的 那個可能要一兩百年才會呈現 所以現在怎麼努力去拿同樣的樹脂 油去塗 都塗不出那個效果 因為它是一個老化的結果 但是大家就一直在研究它的塗漆 那最近終於有一些歐洲的朋友 有兩個研究團隊 他們做了蠻詳細的分析 那他們看到結果是蠻令人失望的 他們覺得好像就是 第一層我畫紅紅的那個 就有點像油畫 義大利版就很會畫油畫 第二層就是沒有加顏料 還是油畫沒有加顏料 沒有顏色 第三層在木頭裡頭有一個保護漆 也不太清楚它是什麼 但是好像也沒有覺得特別厲害 所以他們覺得 這些塗漆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但它塗了幾百年 也沒有讓自己的小提琴 突然變史羅里巴里的聲音 所以好像也不是塗漆耶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人說 他們就是天才嘛 天才就是 做小提琴自然一定要微調 他們就說 那我們來微調一下 那 那他們就是天才 他們微調出來就是比你厲害 你永遠就血不起來 這也是有可能 不過 我們真正把民情打開來看 其實木頭放久了 熱脹的人說 吸水變乾變濕 它是會裂掉的 所以我們時常就會裂掉以後 就要去修補 就要把原來的木頭挖掉 也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些 木材的研究材料 然後你要貼心的木頭進去 所以這是一把 好幾百年的民情 那我們不要說它是哪一把 因為這是商業秘密這樣子 假設我們 琴的主人不希望大家知道 他的琴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你看修補的那個情況 所以說 兩百年前 三百年史羅利利利 微調的很完美 可是琴就是要修啊 沒有一把琴 民情沒有修的 修多跟修少 那都修成這樣了 那還可以 它微調的東西還會存在嗎 不可能嘛 所以 所以大家就會很奇怪 那 這到底怎麼做到的呢 那有一種就是說 是不是老了 自然就變厲害了 那其實 同時候不是只有 Cremona人在治情 其實 威尼斯 拿破裏 英國 法國 奧地利 都有在治情 那很多老情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厲害 就是 威尼斯啊 Cremona這特別厲害 尤其Cremona 還有旁邊Brescia 所以 所以說 老是會改變 放久了會改變小提琴的聲音 這是小提琴界大家確知的 就是都相信的 但是 大家當年一定做出來就很特別 就跟我們現在做出來今天就不一樣 那 放久以後 它有老的味道出現 但是 不只是靠老化這個因素 那還有一個就是大家希望說 他有寫個什麼秘密啊 寫在書裡頭啊 或是 某個人啊 朋友把它寫下來 所以他們去義大利挖各種歷史文件 連他的什麼人口普查啊 什麼 全部都挖出來 他的遺囑啊 然後這是他親自寫的信寫給客戶 不過大家要想 那個時代 他們這些工匠 是11歲就去 老師那邊開始做手工 根本沒去上學 所以他拼字都拼不太對 他那個字都亂拼 他根本就是半文盲 那更不會把什麼秘密寫下來告訴你 以前都只傳給兒子 不傳給土地 何況還跟寫秘密告訴你 所以大家挖了很多歷史文件 我們已經搞了200年了 這個歷史文件 都沒有找到任何有用的東西 包括土切的配方 所以大家真的是上山下海 這個 什麼都想了 還是找不出來祕密在哪裡 終於在差不多30年前 有一位美國的化學教授 生化教授 叫Joseph Najivari 他提出一個理論說 會不會這些木材 其實有經過化學處理 現在去看 你就覺得 這個木材就是木材 這個就是隕山 這個就是楓木 會不會他當年有經過化學處理 所以差不多在十幾年前 他終於拿到一些木屑 然後來做化學分析 他提出了一些觀察 他看到一些數據 就顯現說 好像是有經過這些化學處理 然後他認為這些化學處理 讓這個木材有一些分解的現象 可是 志勤建那時候 並不太認同這樣的一個說法 因為他們去敲這個 Sradivari的琴 他們敲的感覺 覺得這個木頭 變硬啦 並不是變分解 變軟啦 他們覺得是變硬啦 那你怎麼解釋呢 所以 他那個論文發表出來 也是上很有名的期刊 很多媒體報導 可是智勤界不太能接受他的理論 那 到後來 這中間也都沒有人來研究 因為很難取得這些木屑 那最近 我就 透過他 透過歐洲的朋友 透過各國的朋友 還有奇美博物館 我們就收了 終於收到一些民情的木屑 可以來分析 這樣做化學分析 那我們第一個想看的就是說 裡頭的化學元素 因為假如他真的 用什麼化學藥品 煉金素的方法去處理的話 應該元素會有改變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做 就是要元素 化學元素分析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 把這木材融解掉 然後放到一個電漿火焰 讓它全部原子化 就變成元素 那我們再來用一個質譜儀去分析 就可以知道裡頭有什麼元素 那主要可以看到這些金屬 那我們就看到 Stradivarie的蜂木 它有些元素 就不正常的增加了 我們跟現代天然的蜂木比較 它這些鋁啊 銅啊 鈣啊 钾啊 銅啊 鈣啊 鑿啊 鑫啊 那些元素就 就不 不正常的增加 那就代表有人去做化學處理過 就代表他背後一個化學處理的 或是木材處理的流程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去做 是把這個 木材下來以後 然後就直接讓它風乾 然後就拿來做 可是看起來當年不是這麼簡單 它有一個工序 但我們不太確定 你只做這些化學分析 不只能知道它確實的工序是什麼 就像我拿可口可樂來分析 我們分析化學再厲害 我也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 還要怎麼把它煮出來 我知道的話 我就去分析可口可樂 然後賣給百事可樂 那我就變億萬富翁了 所以我們化學家真的沒那麼厲害 我們可以告訴你一些蛛絲馬跡 而且民情的樣品是有限 可口可樂是無限的 假如我分析化學都可以搞定的話 那我現在已經億萬富翁 不用跟大家講故了 OK 所以科學 不過科學會進步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會慢慢再進步 當初我們覺得 他們可能有做這些素液治 把素液洗出來 還有把一些水溶性都洗出來 可能這個也很重要 把這些礦物質放進去 主要的目的應該是 防蟲跟防霉菌的處理 所以其實是很 他們一開始出發的是什麼 要讓聲音很厲害 這些秘密 他們應該就是很實際 因為我們現在不覺得 我們現在又覺得沒有什麼蟲 然後東西會吃木頭 但你要想幾百年前的人居住環境 到處都是 家裡都是土 然後到處都是蟲 所以就像一百年前 我們台灣蟑腦丸 到處大家都用蟑腦丸 所以現在我們不覺得 這個很重要 在當年看起來 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看這些元素以外 我們想去看它這些木頭的纖維 這些是我們化學上講的有機成分 那我們怎麼樣去看呢 所以我這邊 其實我們用一個方法 就叫做核磁共振 它是怎麼樣一個技術 其實這邊我畫幾個原子 像這個碳原子 左邊跟右邊的 它旁邊的原子不一樣 所以它的化學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核磁共振 就是拿一個無線電波 去探測它 去激發它 然後看它放出來的訊號 所以有點就像雷達 我們這個就是分子的雷達 去看它這個周圍的環境 我就知道哪一種碳旁邊是誰 它是哪一種成分來的 那用這個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們就看到原來老化 真的有很大的效應 小拉琴的人 智琴的人跟我們講說 老化真的會改變木材 然後聲音會改變 可是都很難看到真正的證據 在明清裡頭 所以木材它裡頭就是細胞 它的細胞壁 就是我們看到的木材 它也是中空的 這個細胞壁有三種組成 我把它畫成卡通 第一個就是木質素 第二個就是它有點像這個 我們講的黏膠 或是混凝土這樣子 那還有纖維素 它就是很直很硬 它有點像鋼筋 所以就有點像鋼筋混凝土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半纖維素 把這兩個東西抓在一起 把它們綁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 經過這個核磁共振的研究 我們發現 原來這半纖維素 隨著時間會慢慢分解 以前大家在建築的木材 有看到這些東西 像日本那些神社的那些塊木的柱子 它們有去取樣 對 但是我們還沒有人 在小離禽直接量到這個 所以我們這次終於把它量出 測量出來了 我就發現三百年就分解了 快三分之一的半纖維素 所以這個木材已經跟你 現在去砍一棵樹拿來做情 哇 這就很不一樣了 這個一個成分就分解了這麼多 所以說它就是慢慢水解 而且這個東西你擋不住 它自然就發生了 你沒有辦法去阻止它 所以它就是會慢慢水解這樣子 另外我們還做一種熱分析 這個實驗原理也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木屑 放在一個天瓶上面 不過這天瓶很精密 然後我們就慢慢把它加熱 我們把它加熱到六百度 一開始就會 它會把水氣釋放出來 因為木材一定會吸水 它會把水氣釋放出來 那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 等於慢慢地燃燒 它就會燃燒放熱 因為我們是通空氣 它就會開始氧化掉 所以我們上面放一個放熱的一個感測椅 底下放一個精密填平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測量出 Australivari的風目比較不會吸水 它的水氣吸收少了25% 那這個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半纖維素 它是最會吸水的木材成分 木材纖維 所以它分解掉以後 它就沒有那麼強的吸水能力 那在智勤界 他們會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水吸在木材裡頭 你拉是震動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一種內部的阻力 所以我們說震動上面一種阻尼 就是內部的阻力 那少了這個水 你的阻力就變小了 所以你震動起來就可能會 也沒有很確定 可能會聲音比較明亮 或是震動比較自由這樣子 所以這個在智勤界看起來是很重要 那我們很意外地是發現 當我們去看它這個放熱 燃燒的放熱曲線的時候 天然的木頭 它只會有兩個階段的放熱 就是它燃燒是兩個階段 所以這張圖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但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測現代楓木 我們測Stradivari的大體琴 它都是正常 它有兩個放熱的一個階段 可是只有它的小離琴 我們這邊有兩個樣品 小離琴就多一個階段 它中間多了一根 我們講的波峰這樣子 它就是我箭頭畫的地方 它這個是代表什麼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疑惑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任何木材 不管哪一種樹 去掃都不會有多一根這個東西 那這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去看了很多文獻才發現 有人說被那個黴菌所腐蝕掉的木頭 才會多這一根 那我們再進一步探討為什麼 就發現原來是纖維素跟木質素 它分離了 在分子層次分離 才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去推測 它除了半纖維素水解 你一直去拉它 小離琴它有高頻震動 所以就會造成它裡頭有個分離的現象 可是大離琴沒有 所以這個對自情界來講是很有趣 因為這些小離琴家一直覺得 Stradivari的大離琴雖然很厲害 但是還有其他幾個人可以做得跟它差不多 就是小離琴 除了Cremona 沒有人可以把小離琴做得跟它一樣厲害 到底是為什麼 它小離琴跟大離琴到底是什麼不一樣 就我們真的證明它木材上有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的小離琴木頭跟大離琴木頭 都是一樣的封木 可是經過300年 它們燒起來 燒的情形就不一樣 燃燒的情形就不一樣 當然震動起來也會不一樣 那我們另外還看了一下纖維素 纖維素其實是有結晶區域跟非結晶區域 所以我們去了我們的很貴重的這個 同步輻射中心用X光去做繞色 我們就發現纖維素都沒有改變 都還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纖維素假如壞掉的話 這個琴就會整個 它的細胞壁就會整個軟化掉 所以我們在日本那些神社就去鑽塊木出來 看它的結晶 纖維素的結晶性有沒有還保存完整 假如不完整就要把那個柱子換掉 因為那個柱子就快垮了 所以這個代表水猴說至少 纖維素這一塊保存的都還不錯 每一把銘琴都不錯 所以一個木製樂器到底可以保存多久呢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大家都怕有天這些銘琴會壞掉 我們從歷史經驗來看 在中國我們還有唐朝的古琴跟琵琶傳下來 那唐朝古琴還可以彈 我家裡有五張CD 都是唐朝古琴來錄音 但是它的聲音就很溫潤這樣子 好像就沒有那種很明亮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去看最老的小黎琴 是Andrea Armati製作的 大概在1560年做出來 那它的聲音也是蠻 至少在奇美我們聽的感覺 是覺得它還蠻溫潤的這樣子 有一個古琴的味道這樣子 但是不覺得它可以發出 Stradivari那麼明亮的聲音 所以Stradivari等到再過100年 還不可以發出這樣明亮的聲音 真的就沒有人知道 可是從我們看到的數據 就是它一直在分解 震動因為加速它分離 這些纖維的分離 我覺得有點危機這樣子 說不定過了100年 現在還在拉著Stradivari的銘琴 可能都發不出這個很漂亮 這個高音的音色 所以到底會不會這樣子說 或是在100年以後的事情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開始要擔心了 所以從聖代智琴師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這個研究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 現代智琴在過去200年以頭 完全不知道有礦物質 去處理木材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看所有的古書 所有歐洲智琴的那些很老的地方 他們都沒有這樣的知識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失傳的東西 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可能性 雖然說用礦物質來處理木材是 在這個木材業是 從很久以前就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也不是很普遍 但是智琴就是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 然後我們也是做了實驗才發現 原來的元素都改變了 那現在你要想去買這樣的木材也買不到 因為現在木材都是砍下來 它就會風乾 要風乾很久 要完全乾燥 可能要有人說三年 有人說十年 有的書上跟你講一百年其實最好 都是你在講也買不到一百年那些木材 好吧 你家裡有 就你比較厲害這樣子 對 但是 所以智琴師現在智琴想去紡織這個東西 也沒那麼簡單 連這個木材都買不到同樣的這個有處理過的 不過他們以前在不知道這個礦物質的情況下 他們覺得木材放久了就會變乾燥 彈性會變好 這是他們悄悄聽一聽的感覺 那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好像可以稍微解釋這個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半纖維素分解 它吸水變少 所以真的是變乾燥 這個真的就量得到 那至於說彈性變好 我們就不敢說我們有量到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還需要探討 就是我們看到一些元素 金屬離子在裡面 像是鋁 像是鈣 其實他們是可以跟這些木材纖維的分子 產生化學交連 就是形成一些新的化學件把它間解在一起 所以是不是這個可以去解釋 這所謂的這個彈性變好 還是說彌補這個半纖維素分解 我們還不知道 這個我們都還在繼續研究 所以他們當年用這個礦物質處理 到底是一個秘密呢 還是只是失傳 其實最近 其實大家一直在找這些古書 想要知道到底有什麼秘密 然後就有一些朋友他們找出來 古書其實就有講 像Paracelsius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醫生跟煉金術士 那時候還沒有現代化學 現代化學1800年才發現 我們才知道原子說 那時候就有煉金術 所以我還去讀一些煉金術這樣子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木頭只要泡在一個溶液裡頭 這個溶液它的礦物質叫Salgamma 然後我們去查古書 原來它就是冥凡 他說泡到冥凡裡頭 這個木頭就會變石頭 因為這是煉金術的講法 所以他說變石頭 我想意思大概就是它會變硬 比較容易保存的久一點 所以看起來當年煉金術就知道這個 然後那時候法國還有一個 很有名的這個工程師 也是一個發明家 他就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在樹裡頭突然寫一段說 眼淚就會讓所有的木頭樂器 木製樂器都變好聽這樣子 所以你印尼上去找古書 好像是真的有人知道這個事情 那同樣阿瑪提在這個年代 他們這個寫書的年代 就做了小提琴 那它的蜂墓也有礦物質處理 我們剛才看到Stradivari 跟Guarneri算它學生背 後背 所以他們有做礦物處理嗎 其實我們也有它的墓穴 所以我們已經分析出來了 可是因為我們就還是不要講好了 賣個關子 以後下一篇我們下次 在發表的時候再跟他講 我只能說非常有趣這樣子 所以我們雖然 我們最近雖然發表一篇論文 但是就像我講的化學分析 絕對不是萬能 就像可口可惡的秘方 也沒有人分析出來過 其實還有太多東西不知道 我們今天講的全部都是 就是小提琴背面的蜂墓 但是在智晴界我們知道正面的雲山 他決定這個震動的可能是70% 這個音色 後面的蜂墓只有30% 所以雲山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做過任何的科學分析 不過很幸運的就是我們朋友有給我們雲山的墓穴 在做了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雲山沒有人分析過 那第二個就是木材的人工處理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知道他有做一些處理 但確實做什麼處理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就知道 他有沒有拿去組一組 還是考一考 這個都不會留下什麼分子證據我覺得 所以處理的工序 我們幾乎不可能完全的知道 還有他表面塗了一些保護漆 那到底是什麼 我還要跟我們朋友一起來想辦法研究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技術來研究 那Sradivari做完以後又有做一些微調 那後面的人幫他修復的時候 又把他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 那個修正 那個這也是很複雜的一些因素 那還有你現在一把錢 你要拿給很厲害的人去做一些調整 他才會發出最好的聲音 那這些都是很難用科學去掌握的一些變因 那還有木材老化 我們這次很重要就是我們用科學的方法 知道他木材老化會怎麼樣變化 還有長情振動會跟他一起加成 會造成更多的變化 這些變化因為之前很少人去探討 我們也不太知道他的細節到底怎麼樣 我們只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我們真的不能說我們雖然媒體有報導說 我們什麼發現民情的秘密 但其實還早啦 我覺得這個民情就跟金字塔一樣 大家研究金字塔兩百年 有都知道他的秘密嗎 也還沒有 也不知道怎麼蓋的 那還有人在討論金字塔有沒有密室 像碳地雷達都還探不出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拿這個什麼核磁共振 像雷達一樣去探測 也是看不出所有的事情 所以還有科學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那我們需要大家都一起來 更多人來研究才會搞得清楚 不過這個研究給我們一個啟示 就是說好像這個研究也不要一直在等了 因為我們看這個研究感覺 也許民情一兩百年以後就發不出這個聲音了 想要希望我們的子孫三代以後四代以後 能聽到這個民情這個很美麗的 很特殊的聲音 說不定要趕快開始做它的替代品 或是要把一些琴藏起來 不要給人家拉 現在世界上最厲害的兩把小提琴 真的就是藏起來不給人家拉 一個是Stradivari做的叫Messiah 它就是七是全新的沒有人拉過 所以它放在牛津大學的Avolium Museum 不給人家拉 現在不太給人家看 因為上次有人去看 就說這是仿偽造的 這是假的 他們就非常生氣 現在連看都不給你看 不給你拿出來看 只可以從扣過玻璃來看 因為不開心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讓牛津的寶寶不開心 那另外一把是Paganini拉的小提琴 是Guaneri到這一支 Paganini他就太厲害了 然後他拉完就說 我不希望別人再拉 所以這把琴現在就偶爾拿出來 拉兩下而已 但是沒有借給人家真的去演奏 所以我們真的把一些民情就鎖起來 不讓人家拉 看看能不能保存久一點 那可是其實他還在拉的民情 那慢慢可能就會失去他的顏色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出替代品 但是從我們的研究也看出來 我們說實在現在 你拿一個現代的蜂蜂 根本不太可能做出他的替代品 因為那麼多化學性質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研究 他到底當年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個要做新的實驗 我們要試各種可能的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做出一樣厲害 甚至更厲害的小提琴 所以Sradivari他特殊的音色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他個人天分很重要 他絕對是一個天才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兒子 他的老師 他的鄰居 就是沒有他那麼厲害 所以這兩個人 他跟Guaneri del Gesu真的是天才 這個絕對毫無疑問 所以就算有所有的知識跟材料 你沒有他的天分 你也是做不出來 但是後來還是有很多 有天分的自行師 包括現代都還有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不是只有他可以做到 可是他還有繼承Cremona 那時候發明小提琴以後的 一些知識跟材料 特殊材料 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慢慢用研究 想辦法把它發掘出來 然後再去做一個實驗 可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最底下的老化跟震動 這個也有人想說 那我們把木頭去烤一烤 加速老化 或是拿震動器去震動這些木頭 或根據智勤界他們做的 這多年來做一些實驗 這個好像不是很成功 這些方法 他們會說 去烤的木頭很快就壞掉 做吹小提琴 前20年很好聽 然後突然就裂掉就壞掉了 那震動也有人說 人跟拉跟他們震動 去機器震動 震出來感覺就是不一樣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去加速這個 這個老化這一塊跟震動這一塊 也沒有人知道 當然很多人是希望可以 要不然我們現在做一個琴 就算請Stradivari回來做一個小提琴 可能要過50年100年 他會呈現這個 最漂亮的這個音色 那我們都覺得 那我都看不到了 那等不了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加速也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最後要感謝非常非常多的人 幫助我們做這個研究 第一個要 當然是我們實驗室的研究生 他們實際上去做了很多實驗 那我們一定要感謝奇美博物館的 鍾奈廷先生 然後還有整個 不過奇美基金會給我們很多支持 包括給我們樣品 還有他們多年在台灣推廣這個民情的 這些文化的推廣 然後 所以我們在台灣也很容易找到各個老師 各個實驗室來幫助我們 一起來研究這個東西 那這大部分實驗呢 都是在我們台大化學系進行的 然後有我們的其他的老師幫忙 像陳振中老師 陳昊敏老師 也有一些元素分析在清大 我們請清大的櫃儀中心幫我們代測 樣品提供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主要是我們一個共同作者 Brigid Brandmeier 還有那個最早提出民情的木材要研究的 Joseph Najivari教授 現代的 還有他們一些紐約的修情師 然後現代的 現代的這些 現代的那個木材的話 就是焦忠信老師跟那個 李柏昌老師提供的 那還要感謝非常多國際提琴界的一些友人 他們都是置寢師 修情師或是學者 他們都暗中給我們很多幫助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跨國團隊合作 研究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聆聽 謝謝大家 你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